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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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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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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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那个 音乐感动到 对 我喜欢 对 我喜欢 99位 现场的评伟老师 如果您喜欢这个作品 请在我倒数之后 投出您手上的绿色毛巾 3 2 1 好的 请开始统计我们的票数 其实他们挑战了就是 这街的三大最难主题 哪三大 猴 水 后悔 所有的网季的作品里面 带猴的 带水的 带有一些后悔情绪的 都是特别难的主题 但是你们真的很厉害挑战这个主题 但是我看的是开心 而且也看得出来你们是围绕着这个主题 是添加了一些小细节 不管是 从旧遇上的袜子里头拿出了香蕉 而且那个香蕉居然吃了 我觉得蛮有趣的 而且你们的整个情绪 在这个气氛里头我是很喜欢的 其实里面很多编排的细节 像我很喜欢你们在坐在地上那一些腿的那些细节 对 那个是真的很好的 只是你想体现每一个人进化的那个过程 每一个人的角色其实是不一样的 但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 大家都在演同一种猴 同一猴